老法斯说,现在传授三坛大戒,大多数只有行事,并说可以自行在佛前授菩萨戒,不必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,只要佛菩萨承认就行,请问真正修行人是否可以超越凡俗,不必随俗而自行在佛菩萨面前授戒? 这个授戒是个规矩,是个仪式,是对佛菩萨教诲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尊重,这个不能废弃,如果废弃了,佛教形象就没有了,形象没有,对世间,对众生非常不利, 为什么众生没有典范?没有规矩?这是一定要遵守的。 那么至于这个戒律,在佛菩萨面前自己是这个受持,偶叶大四是根据《地藏三经》里面的一种, 战查善我业报警,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,你修战查刑法,战查刑法修圆满了,它有伦相,就像战谱一样扑挂一样,有伦相。 这个轮向说,证明你自己身心清净,你受这个戒绝得戒了,要用这个规矩去做。 这个都是佛陀对末法时期,这些业障深重众生,真叫做大开方便之类,给我们这种方法。 在这个时期当中,我们还是能够得戒。 所以出家人受留戒是行事,自己真正得戒呢,修战查刑法。 那你就可以真正能得戒。